噢 鑽石還是會被鐵錘給幹爆喔 大家好 我們是台北宇宙先生有色寶石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這個鑽石的一個硬度 大家都知道在末世硬度裡面 鑽石硬度有10是最高的 但是末世硬度僅僅現在這個礦物這個種類裡面 其實外面的世界上 你看它硬的還是很多 但是我們如果要細分的話 還是可以分成硬度跟硬度兩種 硬度是看刮膜 韌度是看破裂 看刮膜也就是Hardless 還有這個是Tockless 基本上一般人會搞錯 以為說好像是硬度就是韌度 所以它不會被敲這些紙類 網路上面也看到影片 如果推到台北應該還說別 我們今天一樣做一個小短門來做一個測試 測試的不是朱姆綠 是這一盤的藍色鑽石 還有綠色白色黃色 還有粉紅色在倉庫裡 要什麼顏色我們公司都有 基本上藍色鑽石現在一克拉市場行情 已經到一百多萬去 馬上把它敲碎 我們馬上吐血在路上 所以說今天測試的主角是這一個 它是黑色的鑽石 也是非常的漂亮 完整度還算很高的 表面難免會有一些些雜質 但是黑色鑽石都是這樣 它在Tippany以前有做一個炒作跟吹捧過 基本上成分都是一樣的 OK 我們現在已經把鑽介帶在手上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常常會碰撞到東西 到底會不會造成一個破壞 我們這第一階段就叫做 壓在地上擋 現在馬上開始 快就掉了 找到是出乎我的意外 這個是木材板 有點凹准 因為我的鑽石 也沒有相好 基本上我們剛做的測試 就是說它已經有點凹折到 黑鑽石的部分 我也有拿起來仔細的看過 它完好如初啦 非常的漂亮完美 基本上它是完全沒有傷到 反而是我以為沒有相好的那個鑽石 其實我是有相好的 它的爪子已經被凹斷成這個奇怪的形狀 代表說鑽石都還沒測試到 就已經先測試到 這個戒指已經壞掉了 第二個測試是我們剛才的錯刀 前面非常的一個尖銳 只要輕輕刺到我的手 它就會流血 雖然是我剛敲木板 就已經有一點流血 不過小事 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鑽石已經分離了 我必須馬上再做一個戒指 把它做起來 我現在已經把它做成一個六角爪 鑽的一個造型 非常的漂亮 現在我們馬上拿出尖銳的一個錯刀 來戳它 進行第二個測試 男生的力氣 往著它正臉一直戳 或者差不多10秒左右 有沒有聽到 都是敲到正中間 OK 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有沒有雜質呢 它本來就有雜質 我肉眼看起來 它是沒有什麼變化 它一開始就是這樣 可能多少會有一點點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是幾乎沒有什麼差 就算有差錢 外面打磨1000塊 也是可以把它磨好的 OK 目前為止看起來都是很厲害的 接下來我們下一步驟 是用一個電動的一個雕刻刀 它高速旋轉以後 它造成的看外力是蠻驚人的 等一下把它開下去 去刮它的表面 看會不會出現一些變化 OK 就我們擦拭一下 基本上 上面是留了一些 沙輪紅色的一個痕跡 我們沾點水 然後 我們擦一層 大力一點 就要大力一點 WOW 已經消失了 就是那個沙輪的染料的那個顏色 讓它纏了在上面去 剛剛沾了一點死 幾乎上會消失了 看起來它又回到當初那個人 OK 那確定了 到現在還是完好爐出的 這一隻雕刻刀還是沒什麼用 各位觀眾 我剛剛不管是用戳的 用掃的都沒有用 我們現在生氣了 直接讓它隨時來 這個是一個鐵櫃 我們直接來 隨隨看 阿鐵櫃破掉了 不是鑽石破 好嚇我一跳 來再一次 有碎屑跑出來 知道到底是鐵櫃的碎屑 還是鑽石的碎屑呢 換個角度再喬 破了 破了 你是不是沒看到 沒關係我們再看一次 鑽石還是會被鐵櫃給幹爆 這一段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等一下 再給它進行最後一個測試 把它送去火葬 OK 掰掰 大家這個不要在家裡面用 這雖然說不難 不過 雖然我以前是有考過家床面上成長 那我看 我們現在就要來刀了 這個是鑽石 有個大盒的 來刀它 來刀它會害掉的火焰 火焰它 藍色的這裡是最肉的 紅色這裡也是最肉的 但是藍色的溫度是最高的 然後再給它 直接給它用槍架 或是保證 現在就要判好 剛剛太近了 也會火燙 對 對 太近了 會火燙 太近了 都會火燙掉 太近了 現在關太刺 關太刺 因為剛剛太近了 都會火燙 會爆掉好了 OK OK,馬上來看一下 鑽石怎麼都不鏽鋼焊接在一起了 真的耶,黏在一起了 要照一下 鑽石跟不鏽鋼焊接在一起了 鑽石的形狀也變掉了 變成一坨水狀 基本上再燒下去 我相信這鑽石應該就消掉了 鑽石的部分它已經融化了 跟不鏽鋼焊接在一起 硬種鋼也可以焊接也算蠻厲害的 OK,304不鏽鋼 好,大家今天就到這裡了 所以說我們這次影片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它鑽石的硬度什麼話說 不管怎麼戳它 把它吸到一樣 當然它的韌度就沒辦法好 就會鐵鐵敲下去,還脆脆 所以說我們最後一個加熱 很可惜的部分就是說 它沒有去把它地點做一個 加熱,所以溫度還沒有達到 就是它反覆的時溫 或者是說下面的鐵板已經304 等於前100度都好化 它其實不應該放在下面 因為它熱感就放下去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一次的實驗頭 接下來我們會陸陸續續推出 很多以珠寶鑽石有關的影片 我們是台北周恩生有色寶石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會陸陸續續推出 很多以珠寶鑽石有關的影片 我們是台北周恩生有色寶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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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